大家好我是旭哥波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修仙外傳 好旭哥今天來分享這遊戲史上最多的禮包碼 加上最新的隱藏版序號 那這是一款這種文字型的修仙RPG手遊 那這邊有最新的 2024 FANFES最新的隱藏版序號 在這邊可以用到年底 2024最新 然後這邊像是這個VIP888 然後各種最強的福利那後面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各種遊戲的攻略 最神的玩法最強的攻略最強的首抽陣容 各種福利 先金加上臨時兩萬2024 FANFES 這個大小寫大家注意一下 將近可以用到2025了2024的最後一天 也太屌了吧幹嘛不直接給到2025就好了 好最強的福利 然後最爽的攻略 進入遊戲 Let's go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遊戲呢總共有六大天賦可以做選擇在開局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來選擇 那這個非常重要所以大家開局的時候千萬不要選錯 那有六大天賦我們總共可以選兩個 所以大家可以選擇覺得自己最適合的 那旭哥來推薦一下這個 T0最強天賦給大家啦 好 首先呢旭哥蠻推薦這個 武道巔峰 那武道巔峰呢顧名思義啊 就是這個戰鬥型的天賦 那只要這個境界越高那戰鬥輸出就越強勢 所以開局的話這個T0最強天賦旭哥是蠻推薦這個武道天賦 這個非常好用 輸出型的戰鬥型天賦 那T0天賦的話呢旭哥也很推薦這個先天靈脈 先天靈脈呢是有這個金木水火土五種屬性五種靈根 那可以增加對應屬性的傷害還可以降低貝克屬性的傷害 都是非常實用的 所以這個先天靈脈呢旭哥也是非常推薦 那其他像是有這個正道宗師 就是正法的天才 那使用這個正道宗師呢你會成為一代的宗師啊關於這個陣型的 再來這個氣道宗師 是屬於這個煉氣方面的 那也是煉氣方面天賦你喜歡玩煉氣流的話呢選這個煉氣宗師這個氣道宗師 再來是單道宗師 單道宗師就是跟煉丹有關的 那一樣是煉丹方面的天才 所以這個是宗師關於這個煉丹的 最後是這個天選之人天眷之人就是運氣特別好啊 總是就是會有非常好運所以你這個 喜歡玩運氣流的你是歐洲人的話那你可以選這個天眷之人 那以旭哥呢比較實際上會選這五道巔峰還有這個先天靈脈 這兩個T0最強的天賦來開局 那大家可能可以選不一樣的來做搭配其實很多種搭配啦 總共有這個 可以總共可以選兩個嘛所以大家自己可以選自己喜歡的好 那旭哥就選這兩個T0最強的天賦來開局了 好那我們就來踏入仙門啦 進入遊戲了 開始呢可以來捏個臉 選一下男角女角 他為什麼有一個刀疤 可以把刀疤弄掉嗎 看一下 髮型換一下好了 看一下 這個怎麼看起來很像女生 他的造型怎麼都那麼像女生 我明明就選男角啊 怎麼會這樣 選這樣好了 他造型都有點好笑 好 那接下來取個名字 就叫旭哥 他這也太好笑了吧 你或是你可以用隨機啊 隨機弄個也應該蠻有序的 那我的門派叫什麼 就叫旭哥 門 小心 霹靈骨 Within 夠嗎 聲rael 距離鼓 他把我按掉了 這遊戲好復古啊 復古風的是不是 有小絲妹 我們要跟小絲妹一起 來玩一下小絲妹了 西哥最喜歡玩弄小絲妹了 畫面有點 復古然後有點慢的感覺 故意的嗎 然後有這個 怎麼都男角 我們要女 女徒弟啊 師傅最喜歡收女徒弟了 是這種 算是有點SLG晶瑩型的玩法 還蠻有趣的 可以升級我們的門派 進入下一個月 他就是SLG的玩法嘛 旭哥的門派現在是旭哥門啦 旭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的里巴馬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工日啦 我們手上點畫面右上角的活動 活動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往右邊滑 下面往右邊滑滑到最後面有這個兌換碼 那選這個兌換碼就可以在畫面中間輸入禮包碼了 好那我們就來輸入這個VIP 666 VIP666 凝取 這個有 哇 先金零食木材還有 666的礦石 10 好那我們來輸入這個VIP 888 VIP888 凝取 這個有加速服 然後整容單 極品強化石 還有 爆美如初單 哇真爽 在VIP 999 VIP 999 凝取 這個有這個轉蛋券吧 廣召道友 轉蛋券然後加速服 然後 薄金寶箱 還有這個 薄金鑰匙 好那我們每天登錄了就很多福利可以領取啊 包含這個神裝 也是在這個第 7天 有這個血吉腰道 這個非常好用的神裝啊 極品 加氣血 加攻擊加很多 還有加防禦 非常好用的這個 神裝 有這個神通 非常用的神裝呢可以免費入手 好那今天攻略就錄到這邊啊 T0最強天賦 還有這個最強的開局福利 最多的里巴馬 詳細的兌換教學 都分享給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 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 手優攻略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啦